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市区楼盘有价 无论是单栋的牙签楼 或是几千尺的豪宅 都要慢慢生一尺 楼价不断升 特区政府不断劝想置业的市民量力而为 亦特别提醒青年人 买楼不一定要选市区 如果你要买的时候 你买偏远些 或者买二手楼 你买东西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上车 然后老公大些 你打向报纸看 四千元一尺都有 还有很多人在这里 听曾蔭权说 是不是上车了 选了天水围 其实也不算一个很高的要求 交通上已经不太方便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市况 就是连天水围都好像升得很快 下一站是天湖 下一站是天湖 二十九岁的林立志 做了议员助理七年 现在还未置业 天水围西铁站旁边的天性院 是她的心水 探她交通相对方便 而且楼零十一年 不算舊 好 来 林先生 这个就是五百七十三尺 因为我们没走路 我们在地方会用尽一点 刚好 如果是新婚夫妇两个便可以 但这个深水盘 价钱一日贵过一日 一年间已经贵了四成 她过去三年升职 加了三成人工 都追不上楼价的幸福 本来已经是追紧一个中产的少女的时候 但她现在变成一个富裕的家庭 但我仍然是一个窮小子 距离越来越远 好像配不上她 人工万四元 刚刚过了申请居屋的入息上限 又未存够钱给首期 要向妈妈借钱 还要担心以后供不起 结果 都是不敢买 未来的息口 不知怎样走势 会否去到七或八 相对来说 每月供款的钱 可能会多成超过一千 如果你一个人供 就会比较吃力 买不起天性院 于是再向北进化 坐落在香港最北端的居屋天赋院 单位大天性院一百尺 价钱更便宜十万元 林立志喜欢这里的间隔 觉得很实用 有些窗台大到可以睡人 有些根本就是浪费了位置 现在就拿尽空间 但想起搭完西铁 还要转轻铁才到 就打退堂股 怕交通不方便 单位不保值 虽然是买来自住 但你都不要说是升值 你都希望是保值 要想定将来可能要楼换楼的时候 那变成你 如果你卖出去的时候 你是虧很多去卖的话 那变成你很难做这个卖楼的决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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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围楼都买不起 林立志唯有继续租楼住 现在住的这里 三千多元租 算是便宜 可以存钱 现在一个星期起码都三至四次 有时星期六日都会煮 会经济很多 四年来 他搬了三次屋 不是加租就是给人迫钱 人家以前任务无人族 逐水草移居 现在就是楼价升移居 就是二千 所以我们就觉得 那个感觉不是那么好受 还有觉得 是不是一世 都是要做一个无学蜗牛 做一个无根草 最近他重返校园 在城大独房屋学学士 就算下年选不到区业员 都可以转行做物业管理 单独学士 每个月学费要五六千元 林立志省到尽 每个月都只是做到二千元 买楼遥遥无期 青年人上车难 其中一个主因 是发展商不断建大单位 新落城的小型住宅不断减少 根据差响物业股价柱的资料 实用面积430尺以下的私人住宅 由0203年 每年有四千多个落城 大减九成 去到去年的三百多个 上车盘越来越少 买楼难已经成为青年人的热门话题 他们围在一起 整天都是谈楼市 讲下发展商的售楼政策 他有层楼在这里 你有一个需求 但他会觉得 反而你坏 但他会觉得 我不一定要卖给你 我如果 我越高价才越卖给你 如果当自己是一个地坦商 问心一句 我是做生意的 我不是开善堂 七个人 得在大学教书的 Thomas在香港买了楼 结婚的Anthony 就在深圳置业 但两个都是靠父母帮手 他们都认为 靠自己能力上车 是天方夜谭 结婚也好 买楼也好 其实多或少 其实没有父母帮忙 都是不多 说真的 如果没有父母帮忙 你储蓄首期的年期 会十分之长 说的可能是十年八年 都会是 Catch B 没有我的博士 我想像不到 如果不是背后 有父母在发工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置业的话 其实真的很大困难 我们整堂人都会同意 就是你那首期是哪里来的 他们觉得 不是自己没有努力赚钱 而是人工的增幅 根本追不及楼价 因为有几年前 上一代 二十年 前三年 就是很不同 因为那时候楼价 和收入的比例 没有那么离谱 现在楼价和收入的比例很离谱 为什么我们父母那一代 其实他们可以存到第一桶金 给我们买房 事实上 他们自己本身 都是公屋政策的 一个既得利益者 网上的讨论同样刺烈 Facebook就有多个讨论 房屋政策的论坛 大部分都是要求政府出销 令楼市降温 等他们有机会上车 住在油麻地套房的阿伦 是其中一个 讨论群组的管理员 这天不是下大雨 其实都会有水滲出来 此其一 你看到这样 就知道有多严重 另一方面 不仅是水 那么简单 它会有些小动物 就会走出来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就是很小的 黑色那些 通常发霉就会走出来 阿伦父母早年过了身 一直寄居在亲戚 去年搬了出来住 月日万多元 月租就三千 他觉得好像是亏了给业主 好想自己置业 远一点 甚至是凶宅都不介意 如果真的要住 又不想交租 不得选择都是要这样做 你又想上车 我本人就不怕怪力乱神 心安理得就可以了 为了买房 他放弃了从事文字工作的理想 去电讯公司做技术支援 没有什么还要多个面包 你搞定了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你才会去追求你的理想 我读City的时候 我做过一件事 就是我去拿表格申请公屋 因为我想买个保障 我很尊敬的长辈跟我说 他说 不是 公屋不是给一些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申请的 当时我又听他说 那就没有再申请 但现在回想其实应该申请 交租之外 每个月还要还千多元学生贷款 加上生活开支 每个月就只存到2000元 没得到靠家人的人 就算是很简单 我想如果 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 靠家庭的人 那他15000元 我想他三年已经买到楼 但也不是 他打算做兼职 再由市区搬到新界 希望十年之后 可以存够钱买串屋 很多人很多怨气 毕业几年 买不到楼 其实他们应该怪自己 为何毕业几年 都仍是找这个价钱 即是找这个收入 就算你真的 能力想去找得这么少收入 你可以找兼职 每日新努工作 无非是想有个安稳的居所 当事业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 他们究竟还敢不敢受到 香港是一个家 香港出生 香港长大 亦都叫做 在帮香港 即是在贡献香港的时候 但是好像发现 这个地方 好像不是属于我们 龟属感 因为我们觉得 香港是我们的家 我们要在这儿发展 我们下一次在这儿发展 以三十年后 一些就是说 有一个年轻人 因为去大陆 回大陆 变成了香港 是没有香港人的 那这个就是要去深思的问题 他想香港变成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